好 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不一样的议题 其实我发现从5月6月到7月8月 大概都是一个旅游的旺季 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知道是去花钱的 但花钱之后你留下了什么 你存下了什么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存下人生的一个经验 也存下了你跟同游的人一些记忆的存款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专业CAP财务顾问陈敏丽 敏丽老师你好 云凡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我跟妳讲 我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跑出去玩了 你不是才刚玩回来吗 怎么着 你跟费荣都讲一模一样的话 别羡慕人家了 我们可羡慕你了 也是啊 我觉得整个5月6月 延下来7月 7月费荣也要出去玩 对 她也是带孩子了 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我觉得她算是一种清醒的存款 像我一个朋友 我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是讲 是我们同事 带着她儿子 高中就是要参加高中会考完 国中嘛 然后就出去了 对 出去之后去一些什么军事博物馆 什么什么博物馆 她说我都听到没听 然后那真的是很疼孩子 对 配孩子 看飞机打炮 对 她现在还在旅游中吗 还在 还没回来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其实人生花钱要花到 你有去投资到这个人生经验 我觉得就这样我出去旅游 我也觉得我投资到我人生很特别的旅游经验 对 而且我们这年纪已经从亲子旅游甚至开始往 就是友谊有没有 对对对 朋友旅游开始拓了 这都很重要 他们还是要得带小孩了 对对对 没错 人生阶段不一样 对 没错没错 你怎么看这样子 人生的一个旅行 或者是人生的这种记忆存折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美好啊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虽然我们那个年代不会这么早出国嘛 但是我都还记得 爸爸很喜欢带我们上夜市啦 看电影啦 然后或者是出去玩 出去玩的机会 当然没有像现在我们带小孩那么多 但是这种不管是逛夜市 看电影 旅游 其实这都是点点滴滴 都是我们现在回头 回想我跟爸妈的点滴相处的时间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所以的确我也觉得说很期待 孩子们将来回顾这一生 对于爸妈的爱 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展现 其实就是在这些陪伴 或者是共有的一些时光中 我们花钱当然是很具体啦 可是我觉得回忆其实它是无形 但是它是很有价值的 对对对 而且我昨天还特别采访我两个孩子喔 你为我们的节目 然后你去采访你的小孩 因为我都觉得就像我下礼拜天 也要去一个台中的一个教会演讲讲 那个成为孩子的理财教练 然后我也是二度采访他们 就是对于认为我 从我身上到底对他们的一些金钱观 或理财观的正向影响有哪些 好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旅游 昨天我也问问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老二就告诉我说 其实对他来讲去哪里吃什么 没那么重要 但他比较记忆的都会是 我们跟了谁去 我们在一起 除了我们家 那当然因为我们家太平凡了嘛 已经不够特别了 所以他他点出来 对他来讲记忆深刻的是 跟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亲戚 堂哥堂弟堂妹 他们是年纪差不多吗 年纪差不多 对对对 当然也有比他大几岁的 但跟他玩起来差不多疯了 或者比他胆小的 所以就年纪差距不显 已经都压缩了 对这些片刻的记忆 甚至当中有一年 那个堂哥是唯一 这么多年唯一一次 跟我们一起出国的 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 然后奶奶发红包 奶奶又已经生病了 那年事实上奶奶已经生病了 但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国 然后那那个 他的那个堂哥就还 大男生了 那时候二十几岁了 但是一边一边讲话 一边有点掉泪 对那种触动 那个场景 我说我也是 我昨天在回想 我们家的家庭旅游 那个场景也是 我很快就 闪出脑海中的一个片段 对对对 对 哎真的是 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小孩 那个那个聊 就是出去玩 然后我也问我的儿子 我说你以后也会带你的孩子去迪士尼啊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说 那你会怎么玩 你知道吗 就他就说 我一定会带我儿子去 去做那个最最最最刺激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妈妈你忘了 我去两次都没有做到 我说那天你年纪没到啊 你有一次还 还骗人家说你到了 就还被人家抓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又是 旅行当中的插曲也蛮好玩的 对对对 我们家去那个巴厘岛啊 有一个water bomb水上乐园 我们也是去 不要两次还是三次哦 会去到第二次以上 就是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 年纪太小 小猪太小 年纪太小 有些设施玩不到 对 念念不忘 就是他很气他玩不到 所以后来等他年纪到了玩得到 我们又再去一次 你看所以你看他自己 对他自己没有原目 他就说我要带我的小孩去 所以我觉得旅行当中 是不是要越早开始 我觉得可以累积更多的 这种亲情的存折 对对 你每一年都会带他们出去吗 会会 其实从 你好可怕 你竟然给我做这个表来 我简直快要吓死了 对都做满满一夜 两张哦 两张 对对对 一张是春 都是过年的 从2003年开始 因为就是我公公过世以后 公公在世的时候 我们会一定在家过年嘛 那公公在世以后 我婆婆的思想比较开明 然后所以 然后加上我小叔 她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在大陆发展了 台北台湾根本都没有房子了 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在那边落地生根了 回来是 回来是 叛亲 在那边是 住家跟工作 所以我们就约好 就是在趁过年的时候 家庭相聚 在国外团聚 因为过年 你知道在大陆也是 人几人啊 吓死人 所以20年都还记得啊 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从2003年 到现在2024年 我们都已经 你怎么记得得啊 我刚才就去年我还记得 前年 我前五年真的没有记录 我也都记得 第一年去哪里玩 第二年去哪里玩 那五年以上真的开始混乱了 我才开始动念说 去把它整理起来 那整理起来是干嘛 你就是一个资讯控 对 然后呢 因为我的 我的盖罗普优势里面 第一名就是搜集 搜集 所以我 我很多的资料都还留着 我以前 那时候存那个旅游平安 就是旅游平安险的名单 我都还留着 现在正在开始删 现在正在整理中 要开始删 就是你可能不记得去哪里了 可是你可能记得 你有办旅游平安险 所以你搞不好就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知道 不是就可以知道 我们那时候还有谁 跟我们一起去 还有照片嘛 照片是很重要的记录啊 对吧 饭店是不一定有旅游资料啦 那有些当 有些几年前还记得 我顺手写下来就还记得 就会 就会留存啦 所以每一年都出去 每一年 然后每一年 每一年都一定有旅游 就是春节的过年的时候 但是这几年 因为婆婆生病 所以我们这几年 有几年开始是在国内玩 国内旅游 因为中南部都有亲戚嘛 所以我们就变得 几乎有点像环岛 有一年 国内旅游的第一年 第一次呢 是就是我们开车到台中 然后就跟台中的亲戚吃饭 然后带着台中的亲戚呢 到彰化 到二舅妈家 然后到二舅妈家吃饭 然后那时候 可能到台中的时候 是两个家庭 然后再来第二站是南投 南投站的时候 可能有十几个人 然后到了那个彰化站 二舅妈家就变二十几个人 然后我们继续下台南 可能台南投都没有跟我们下去 可是台南的亲戚就加进来 然后我们再到高雄 就这样一站一站你知道吗 很有趣 后来几年呢 是我们可能到子庭大站 到台南 然后就会合 然后到高雄 然后再来就去玩台东 花莲 然后那住高雄的人 就从花莲或台东回去嘛 那我们家就从花莲 在北上回到台北 我们待会来探索一下 我觉得旅行 大概有很多的目的 就累积你亲情的一个存折 有时候帮孩子圆梦 就像我的同事一样 对 那有时候是训练他独立 对 然后我们去旅游 一定要全家人一起吗 对 有没有可以分拆的 或者是可以不一样的 不同的组合 不同的组合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敏丽老师来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想要谈谈 就是你要懂得花钱 其实也是一种投资 因为我们过去节目当中 都叫他省钱什么的 那事实上你要去花钱的 可是这花钱 他花的有一个意义 有个目的性 所以当然孩子圆梦 或者是说训练孩子独立 又或者是家族凝聚 这个相信力 你怎么看待这种旅游的主题 对 你刚刚讲的这三个 就是三种功能 在我家都有 对 都是我放在心上 或者是我觉得 不管是刻意或非刻意 有营造出来的效果 那像说刚开始可能 例如说训练独立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平常家庭旅游 一定会带着他们嘛 那那是营造家庭的欢乐 或者是向心力感情 心情存折的功能 但毕竟我们还是要卖 毕竟我们养育的小孩 还是要教导他 引导他迈向独立成熟的个体嘛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在他们小学的时候 也都会鼓励他们 去参加一些营会 那营会就要脱离父母嘛 至少虽然会跟他们 营队在一起 但至少脱离父母 所以儿子是小 二生小三的那一个暑假 因为他喜欢棒球嘛 他那时候就喜欢棒球 然后那时候是老牛熊 他喜欢的队伍是老牛熊 老牛熊的根源地是在高雄 但是他们在那边 有办那个暑期的棒球夏令营 他就要求我说 他可不可以参加 我后来还是同意了 我就带他去高雄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 他去到那边 是个子最小的一个 年轻最小的一个 你知道他个性 不然他的个子又很小 他的个子比较小 对 然后那个裤子啊 折了再折 然后那个皮带还要剪 你知道吗 用大剪刀剪了 才有办法扣 对 然后像小三小四 然后两个小孩 我就是鼓励他们 有一些的教会 办的营会 我就鼓励他们参加 有些刚开始 特别是姐姐 姐姐比较内向嘛 不喜欢这么多人相处 刚开始是要 半拗 半鼓励 半股价 半勉强 对 然后慢慢慢慢的 这个独立性才出来 所以这个是 迈向独立的方向 我觉得就是脱离父母 参加一些团体 然后再来就是 核心家庭的旅游嘛 那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 上一段提到的 就是增加不同的组合 不同亲戚的组合 所以我们过年出去玩 我们有固定的组合是 就是两个家庭 然后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家庭 可能加入我们的 就是我小叔嘛 然后还有连 我先生的小阿姨 跟他的 等于是他的表妹 母女党 我们有时候也会邀请 对 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加入我们 对 但是你们考虑到大人 小孩呢 他们都认识嘛 就是说 如果我的 我们叫小阿姨 她当然对她来讲 叫姨婆咯 对不对 我们叫表妹 对她来讲叫做姑姑咯 第一年一定是不熟的嘛 好 那但是像我们三个家庭的话呢 这都是小孩 就是年纪都差不多 然后出国的话 那你会考虑到吗 就是说孩子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出国的话 我觉得这几个家庭 算是我们走动 比较亲的亲戚了 对 那如果刚开始第一年 一定都不熟 甚至我不要讲说第一年 其实到第四年 第五年 他们那个堂姐妹啊 算够熟了吧 可是呢 每一次 一在那个机场 遇到的时候 有时候两相看 也是先不讲话的耶 哎呦 就有点小尴尬 因为一年没见了嘛 然后但是呢 没一会儿就开始 你就看到他们就 勾肩搭背了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练啦 其实是慢慢 可以一年又一年 他们就会越来越熟 然后感情越来越好 直到如今 他们现在很想念的 都是跟这些 堂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光 所以这算是 家族朋友的向心力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你刚提到 不同的组合嘛 不同的组合 真的有不同的刺激 你刚提到 你朋友带儿子撞游嘛 就是他母子二人而已 对母子二人 然后自驾嘛 我几年前 2019年不是 也曾经带小 就是我儿子去美国 要为了看学校 看学校 那本来是只有我跟他 后来呢 最后又临时加了女儿 女儿也一起去 结果呢 那次旅游 算是我们多年来旅游里面呢 各种组合的旅游里面的 这个吵架场景 不能说最多 但是最 最深刻的吧 好就是 就是因为 真的是 我 为什么你们家 对 爸爸没有去呢 生父没有去 爸爸没空 爸爸要工作赚钱 哎呦 听得出那种感觉啊 有点 真的 我那时候很紧张啊 我刚才在算给你听说 我1992年从美国回来 然后就没有开车了 然后到 回到台湾 而且因为在美国 最后也出过车祸 后来就 而且是我让人家受伤 我开车嘛 我没事 然后我的室友受伤 讲实在话 真的有那个 这个创伤症候群 然后 谢谢你 创伤症候群 回台湾一方面 也是不需要 二方面也还真是不想 一直拖到2012年 我才开始重新开车 然后到2019年 在台湾开了七年车 可是你看 离在美国 算是相隔二三十年 所以其实是蛮紧张的 但是那个经验 也真的很难忘 就为了要带小孩 看学校 为母则强 真的是 真的是为母则强 不然我刚拿到车的时候 真的口干舌燥 那干嘛就是要带姐姐去呢 不就是你们母子就好了吗 那时候是一个好朋友 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带你们家姐姐去 就顺便当你们家的小旅游 虽然爸爸不能去 但好歹你可以跟两个孩子一起 然后姐姐在旁边 也可以帮帮忙啊 帮忙看路啊什么的 结果后来这个 当然是有点困难 一个就麻烦了 还有两个 真的 我在出发前一天 儿子都来问我说 因为他刚好跟姐姐刚吵架 他就说 你干嘛带姐姐去 我说天哪 我不晓得你们俩感情这么不好 他不是觉得妈妈专属啊 有时候是不是需要这样子啊 不是不是 他那时候东西完全不是这样 他是觉得说他 他很看重这次的事情 对他来讲是一个任务 他其实不是一个 一般的放松的旅游 对他来讲 看学校是他的一个任务 他接下来要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些线索 他要去观察 认识这些学校 甚至要跟这些学校的 里面的某些老师 或者是学长姐 在校生 这可能是 可能是美国人嘛 可能是外国人 会要有一些约访 要有一些对谈 要有一些拜访 他是需要准备的 他在路上还要去 路上还要去做一些联系 有一些的邀约 是还没有敲定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场的是 我们专业CAP财务顾问 陈敏丽 敏丽老师了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旅行当中 它是有一些意义 跟无形的一个回忆 等于是你投资了 你花了这个钱 但你赚到的是 人生的经验 你赚到的是 家庭的一个记忆 或者美好的一个存在 但是有一些是吵架 你要把那些吵架跳过 你在美国到最后 真的就是吵架 我记得有吵架 吵架就是三个礼拜 你说要挑出那个记忆点 那是一个记忆点 但是你说放到 三个礼拜来讲 那也就是一小个 一个历程 一个过程 大部分很多的时间 当然还是很美好的 所以你要目的 要很确定嘛 对不对 目的我们很确定 我是陪儿子去看学校 对儿子来讲 他认为这是 他的一个工作之旅 是一个任务之旅 但对女儿来讲 他觉得是他的旅游 是妈妈邀请他 他也愿意随行的一个旅游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会有冲突 也是因为 第一个 大家认知期待不一样 需要做协调 第二个 有时候因为在旅游当中 是会有那种疲惫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是曾经开错路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到了目的地 我认为到了目的地 那个地址都一样 结果是不同的county 对就是我那一开过头了 但是那个地址 因为我就是导航那个地址 然后结果 那个地址贴上去找的时候 其实好几个county 我就挑了第一个 然后去设定为目的地 结果第一个 不是我们的那个目的地 但是地址跟门牌号码 是一样的 然后路程差了一个多小时 我等于已经多开了 一个多小时 好开过头 到了另外一个county 的同一个地址 然后发觉不对 然后那时候 我们老大已经都 又饿又冷又累 然后在车上 所以我本来要找他们 陪我下去一起去check 他不愿意下车 就不愿意下车 那当他生理需求 这个 这个非常的 这个满足点非常低的时候 就是又饿又累的时候 你知道他就是退回到 像三岁小孩的状态 耍赖啊 耍赖 然后对弟弟来讲 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这样耍赖 对 那这就是每一个人 有每个人不同的罩门 我后来就跟弟弟讲说 你姐姐最大的罩门 就是非常饿跟非常累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大退化 对 他那时候的确非常不成熟 没有错 可是你在他不成熟的时候 就跟他讲道理 那就是圆木求鱼 对 你必须要等他 那只有这了解 那个孩子的母亲 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协调 对 跟理解 对 他只能 好像儿子那时候就回馈 我说 好吧 你比较了解他 他跟我是不太一样星球的人 我说你既然胸有大志要做教育 你将来也会面对形形色色 不一样的人 你要不要换个眼光去看待 上帝把你的姐姐放在我们家 让你近距离就可以观察到 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他什么样子 如果他是你未来想要去服务 或教育的对象 你会不会就会有耐心 对不对 那今天只是他是你的姐姐 你不需要教育他 但我只希望你可以 也许多一分的理解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三个人都去了 只差一个了 全家旅游一定要全家人都到齐吗 不一定啊 我们家很多次的旅游 就是像这一次是缺爸爸 我后来整理发现 缺爸爸的旅游比较多 我曾经有一次是带我 一样我女儿 我妈妈 然后跟我哥哥的女儿 就我侄女 我们四个女生 去日本自助旅游 去香根跟清景泽 然后也是搞死我自己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跟女儿讨论 点了我自己的妈妈 然后我的女儿跟我的侄女 我们四个女生 但是其实那时候 两个小女生都其实 国中吧 国中还是还不到高中 所以我等于是一打三啊 天哪 自找麻烦 她是小小帮手啦 但是没有办法帮 很大的嘛 就是自找麻烦 而且那时候找的两个地点 根本其实是有点距离的 跟东京是三角形 你知道吗 对 所以那次也很难忘 所以有一些 然后有一次是 跟女儿跟团是去以色列嘛 那这些都是不同的组合 有一次是跟 一样四五个小孩 对 然后还有我妈妈 一起去冲绳 OK NAWA 对 但是那次 冲绳大概都是 一般都是小孩 很小的时候会带她出国 对 结果没有 飞的很短嘛 对 飞的蛮短的 那次是大概十来年前吧 所以小孩十几岁的时候 对 那也算大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 我就问儿子说 你对那次旅游的记忆点是什么 因为那次他就是说 婆婆跟堂哥跟我们一起去 而且可以听婆婆用日文帮我们点菜 然后他就觉得 那个婆婆很可爱 又很有能力 我觉得你们家小孩记忆点都蛮特别的 像你们去旅游的时候 会去特别找那种名胜古迹吗 风景顺地吗 不见得 我们其实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都是觉得玩水定点最方便 所以我们去了东南亚好多个Klamet 但是那时候曾经也会因为说 有一种心态我后来也修正 就是你知道去Klamet那种地方 不是就是all you can eat吗 你的那个餐厅的费用都在团费里面 然后里面又吃到饱 有更多的美食 很多的美食对不对 然后传统的华人思维就会来了 就是你就会觉得吃到饱 你没有吃到 你没有吃就是划不来 团费都付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家老大宣姐 她的那个又挑嘴 然后食就是食欲又差 然后食量也小 所以你知道她那时候还跟我要什么 要肉松跟要海苔 哇 那不是亏大了 对 然后那边什么食物都不吃 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就会觉得亏大了 后来想一想就觉得 而且重点应该是说 因为亏大了 你可能加上第二个是说 希望她多吃一点东西 希望她多尝试一点不同的食物 既然都来了 那但是我讲实在话 我真的自省 我发觉里面还是有一种心态 就是那个亏大了 那个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沟通的情绪 对对对对 那尤其是爸爸又给我压力 说你女儿都不吃 然后我就火大就觉得 女儿不吃都是我的责任吗 对 但一方面我没有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又把老公给我的压力 对不对 可能又移转到小孩的身上 然后又希望勉强她吃 弄得她就更不开心 那旅游是不是旅游的情绪也受影响 后来我就回到主轴 我觉得钱花了就是花了 为什么重点我们是要换的 营养大概是要基本盘没有错 但是一天一餐吃少一点 讲实在话也饿不死人 那为什么要为了 就是她不吃我们认为该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觉得她钱没有花在 没有不划算 没有把钱赚回来吃回来 然后要搞坏大家所有的情绪呢 那这样不是失去了 我们这个旅游最核心的目的吗 你讲完有感 因为之前其实我去了一趟冲绳 其实我看到以后 我真的觉得要提供给爸妈参考 因为后来还是 我本来不想出去的 就去一个海生馆 就是那个海洋 你们家有去吧 有海生馆有去 对那我们都 我们都跟讲 那个年轻人都不去 我们就遇见老太太 然后老先生要去 去以后我们看到很多的场景 就很多的父母亲就把小孩抱住 你看鱼 你赶快看鱼 然后小孩怎么回答 我不要 我不要 给你哭了死去活来的 就不符合母亲的一个期待 我们先休息 脚冲 好我们持续跟敏丽老师来谈一谈 因为她刚在广告时间来讲说 我叫人家在做财务规划 做保险的时候 都不要说划不划算这个问题 对 然后可是说实在的 就是像我自己也会觉得 因为以前去那个科娃妹也是 一定要一天吃午餐 对不对 然后多喝一点多吃点 然后睡觉 再去吃一碗 你会觉得好像赚到 对 如果因为这样我们自己很开心 我觉得无可厚非 对 对 我们吃得开心 可是当小孩对她来讲 她真的没有办法去享受到那个食物 然后我们只是用滑不滑的来 去硬逼她的时候 我后来就自我检讨说 这样好像over了 对 好像失去那个旅游跟制造乐趣 制造一个欢乐的记忆 背道而驰了 你知道上次我去冲绳的时候 其实蛮适合就在待在饭店那个旅馆 就好好休息就好了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子 因为她离市区会也很远 离那个海生馆更远 我们开车要开两个小时 其实我是不想去的 那后来很多朋友都说 来了一定要去哪里 你有没有想说去旅游 来了这边就一定要去哪边 对 那去那边之后说实在 你的期待跟孩子的期待也不太一样 我不是跟你讲 孩子有时候累了 他可能坐一两小时吃累了 对 你就憋了他看 对 而且每个人应该这么讲 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同 像我跟阿中哥呢 就是我们经历 阿中哥经历尤其充分 所以 对 所以他早上起来 可能一定要去走一走 一定要去运动 然后会需要早一点去哪里看哪里走 可是我两个小孩呢 对他们来讲 旅游就是一种休息 他们是愿意是在饭店待很久很晚才出门的人 对 我觉得这是跟关乎个性的差异 对 好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在学习说 我可不可以接受他们 对他们来讲快乐旅游的定义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开始学会更弹性 还是太小 大家没办法 你会一定要一起行动 但是等他们稍微大一点 我们就开始允许说 好吧 那他们不 他们宁可睡觉 不想去楼下吃饭店早餐 你看又那个滑不滑的来 心态又来了 对又来了 又来了 又觉得说 这个饭 早餐的钱都已经在团 那个饭店的钱里面了 你还不去吃 后来 后来我也是放宽了这个想法 就觉得说 对他们来讲 如果休息是这么重要 就是他就可以感受到这次旅游的意义 就容他们休息吧 那我就跟我老公自己去吃 那曾经有的时候呢 是真的就带一两个 例如说能够带个包子啊 带个蛋啊 带个水果上来给女儿吃 反正她也吃不多 然后有时候去台南 像有时候国内旅游去台南 我们就干脆呢 去找台南的亲戚 让他们的堂哥来饭店吃 然后我们家出去吃小吃 因为他们你知道 住台南的一定很少住台南的饭店嘛 就像我们住台北 一定没有什么机会住台北的饭店 所以让他们来尝尝台 尝鲜台南的饭店的早餐 然后你们宁愿吃外面 对我们宁愿吃外面 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乐趣 我们不要用金钱去计算 真的 要算总账 不要每一笔钱 然后早餐钱一定要赚回来 而是你整体的钱花下去 有没有得到这次旅游的价值 我有发现你有一个特点 你的旅游当中会常常跟你的工作 其实是有关联性的 会不会是那种顺便去玩啊 对或者跟我 或跟我先生 或跟我儿子都有关 都有可能 跟你儿子也有关系啊 对 因为早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 因为我还在报名公司的时候 跑业务 然后就是 例如说假日 有些客户真的是只有 他的工作时间很紧 实在没有办法约到白天 假日可以让我去拜访他 又在外线市 桃园新竹 那我那时候也会有压力 会觉得好像如果我这样子去跑 我就放下幼年的小孩在家 对我老公很对不起 然后那时候很感谢他啦 是他先有这样的弹性度 说我们就一起陪你去啊 我说陪我去 那我弹case的时候 你们干嘛 他说我在小孩在附近 找公园 找小学操场啊 很简单 他说姐我们回程的时候 还可以去淡水 不是淡水 去那个石门水库去活鱼啊 哎呦 跟吃有关 跟吃有关 在路上我一路玩回来 哎我就比较松绑了 我就开始比较松绑 那那个时候是他配合我 可是后来呢 就换成说他这几年 有时候因为他在商周服务嘛 那有时候在中南部 会有什么CEO学院啊 会有什么企业领 演讲活动 演讲活动 课程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说 哎走 我们要不要顺便排 你跟我一起下去 或者是小孩 跟我一起下去 所以有时候就变得是 我陪他下去 然后有时候是全家 然后他活动结束以后 我们就去吃顿好吃的 或者是找亲戚聚一聚 有一次最好笑 我们已经跟亲戚约好 要当天晚上要聚餐 然后他白天有课程 然后呢 临时呢 晚上就是中间一个企业主 也请他吃饭 然后他就临时去改餐厅 把我们的聚餐地点 改到他那一摊的 就是同一个餐厅的隔壁房间 然后就打通 就变得两桌 你知道吗 一桌就 他真是神奇啊 对 然后 真是不愧 我真佩服他 然后我们的亲戚也配合我们 真的是 还好我们做人 平常做人也蛮好的 所以当天晚上就这样子 很有趣的一个场景 那现在为什么说 有时候配合儿子呢 因为儿子现在疫情之后 你知道大家都是 常常都是线上会议 线上上课 有一次呢 就是我们要去宜兰玩 然后就是三天的假期嘛 问他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他说但是当天 第二天 必须要让他上一个线上课程 我们就OK 所以那天呢 我们就是默默的 就是出去买吃的东西回来 然后呢 进房间就都很小生 然后我也偷偷的到他那个 我们是有点像是connecting room 我们就是联通房 联通房 我就很小生的开了他的门 然后看看他在演讲的样子 然后呢 宵夜就准备好 然后等他演讲完 就给他吃个宵夜 所以我们就 我们家就开始练就了 这种弹性度 有时候车上 就在台北到宜兰的车上 可能爸爸继续开会 或者是儿子继续在开会 对 我们就把握时间 然后我们就这种互相的结合 我们也都不以 都觉得很正常 然后互相配合 但我觉得这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也不会牺牲我们的工作 我们也不会牺牲到 只要你的眼光改变 你不认为这叫牺牲 其实他就不是牺牲 他反而是一种 很棒的一种结合 或者是扩展了我们的一些适应力 跟弹性度 我觉得问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会想说 那我们如果不能够常常出去玩 又或者是可以边工作边玩的话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累积一下我们的人生经验 或者是爱情 亲情 这个父子父女的一个感情存款 我们待会讨论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今天都谈到去旅游吧 因为当然五六七八 大概都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 然后跟家人 或者是全家一起 那如果说有人不能够去旅游的话 那他会不会觉得 那我的亲情存款 我人生经验是不是零啊 也未必 对也未必 而且其实旅游也未必都要花很多钱 你其实就在你住台北的人 你说你去带孩子坐捷运去淡水 有没有 然后轻轨 像在高雄 现在轻轨也非常漂亮 其实旅游未必都要花到很多钱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们未必有很多钱 花大钱去跑很远的地方 但我不觉得一定都不能旅游 我觉得第一个 是你你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 好 那如果这个也有限 那其实呢 很多像孩子的一些课外活动 他的重要的时刻 不管是毕业典礼 亲师会 像我以前再怎么忙 我觉得我是非常看重那个 所谓的亲师会 家长会 以前老大在念幼稚园的时候 那时候老二还喝着母奶 背着杯巾 我就还是照样去当家长委员 就是带着老二去参加老大的每一个活动 那老二去打棒球的时候 可能他随队去外地去比赛 我们如果时间安排的过来 我们也一定会去参与 那其实这个我们也没有额外 怎么讲 就是没有说额外要去住什么样的贵的旅馆 可是呢 你就是参与他的活动 其实在他重要的时刻 我们参与在旁边 这就已经有累积很多一起很好的回忆 对啊 对 参与他的重要的事情 对重要的事情 那有一次他们集训在台东 然后那次他们在台东棒球 就是红叶国小集训嘛 还有当地的一些学校 他会在 他们在住民宿 住家长的家 其实十个小孩打地铺啊 住的都非常简单 那我们呢 就是我们跟那个赛武家约了 我们从台北上玩花莲 然后玩下去 然后再积了他再往回走 好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我觉得另外一种陪伴是什么 就是陪伴他的一些人生 对他来讲重要 但对我们来讲 可能不见得认同的事情 例如 例如孩子谈恋爱 哦 这个 对不对 像我老二 国中的时候就谈第一次恋爱了 我的 我的 我的态度呢 就是如果我已经来不及阻止你 我就加入你 哦 对 我已经来不及阻止你 但我感谢你愿意告诉我们 嗯 这个时候如果我还用责骂的方式 那我不是把它推得更远吗 对 他就不告诉你了 对啊 他可以不要讲啊 他可以偷偷地做这些事情啊 嗯 所以 嗯 有一句话 就是我曾经在 一个 就是 课程里面 教会班的课程里面 听的 学到了一个观念 对我来讲 影响非常的深远 就是父母跟孩子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永远要保持一个心语心的连结 嗯 heart to heart connection 嗯 当换 用台湾 用我们古艳来讲 就是有关系 就没有 一 一切事情 人跟人之间有关系 你就很多事情就没关系 对 你跟他没有关系 一切事情就大有关系 嗯 对 所以我即便想要教养他 想要影响他 其实教养的目的是带出影响力 嗯 的结果 嗯 而不是去做那个教养他的动作 或讲了一堆教养他 教训他的话 对对对 你就带出那个教养的结果 嗯 所以我 我觉得我学到一个人抓的功课 就是一切的对待 其实是要看效果 不是我们自己父母 骂来爽的 嗯 嗯 你骂得很开心 你证明了你都是对的 孩子都是错的 那又如何 嗯 他的心跟我们断绝了 隔绝了 从此耳朵关起来了 心关起来了 你什么样的影响力都进不去 嗯 甚至你你爱他他都还感觉不到 哇 那那是不是最惨的一件事情 嗯 对 所以那时候他很早谈恋爱 我的做法就是不能 来不及 来不及阻止你 我就加入你 哈哈 做你的顾问 哈哈 然后那至少他孩子愿意跟我讨论 然后愿意跟我分享 那我就还有这个机会 好 哎 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 因为当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你能做真的就是陪伴他 对 我记得我小孩失恋的时候啊 然后当然我大概知道了 你这个笑不出来 然后你这个样 你这个德性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但我也等了很久以后 我想他愿意谈 我才跟他讲 我说 我第一句话开始 当然说 你失恋我也蛮难过 他忽然看着我说 哪有 你高兴得不得了 哈哈 儿子懂你 对 我想说 哎 那我的演技 平常演技是不是太差了 不过你姿态摆出来了 哈哈 但我觉得陪伴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好像陪伴会带来一种 一种很无敌的信任感 对 那种存折是也必要 非常必要 对对 因为他相信你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在这些教养的历程中 我也在学习相信我的小孩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急着教 急着 急着教训 急着提醒 对对对 其实里面有带着很多的不相信 那其实这些是很打击孩子的 对 是很打击孩子 那其实他 对你怕他跌倒 你怕他怎样 事实上你是不是不相信他 对对对 我我儿子小六的时候 其实就这么这么强烈的告诉过我 说他因为他从棒球队第一次 就是要自己回家 没有我们去接 然后然后他比较晚回来 然后就多关心了两句 他说你不相信我 我说我没有 我只是担心你在外面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他说那你就是不相信我回家的能力呀 这就是不相信啊 我只好承认 我心里面就承认 说对 这好像是 的确代表着我的不相信 对 所以其实你说他们 可是他怎么解读我们的担心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 我觉得孩子在意的是 他因为孩子也在迈向一个独立个体的历程中 所以他们也在寻找自我肯定 也在试图希望证明他可以独立承担一些事情或做一些决策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的敏感度会远比说同理父母对的担心来的来的强烈 所以当他觉得不被相信的时候 他要他会优先表达的会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不分孩子 其实即便到现在 当我的妈妈其实有些老年失智记忆退化 然后不断的问我说明天明天是谁会带我去看病 我说是我啊 可是他可能再隔两个小时又再问一次又再问一次 我也是会冲口而出说妈你不相信我吗 我会带你去 他说我没有不相信你啊 我说可是你一直问就是不相信我 你看连我我我都已经这个年年纪了 你看我也是会在意说我妈这样子做代表不相信 对对 何况更小的小孩 对那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其实那个陪伴 不要急着教训或教育 然后用陪伴听他听他分享多好奇心 好奇心多多听他讲 你就会发觉说 其实有些你希望他考虑的点 孩子不是没有考虑 他只是有挣扎 他其实也在彷徨 但是你不问的话你就会觉得孩子只有考虑到这一点 孩子就是没有想到那些 所以你就急着告诉他 但是你越告诉他 他觉得越被否定 他就越不想来找我们 对 反正我讲你都不相信 对你都不相信算了 我做给你看再说 那这样的话 这种信任关系减少了 对话也就减少了 没错 你讲话都变少了 更何况还出去玩 那怎么可能出去玩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付出 就是说你花钱是一种亲情存折 你花时间陪伴是一种亲情的存折 有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用花 你只是倾听 你减 不是一直丢东西 丢钱丢时间 有的时候是你给时间 但是不要讲话 减量 只是拿出我们的耳朵去听 或者是用好奇的角度 像个小记者一样采访他 那你这件事怎么想 那你这件事会想怎么面对 那你考不好 你的心情是如何 我觉得让孩子去讲他的心情 他的做法跟他的提问 当他想问的时候 我们在给意见的时候 他就会愿意听了 而且我觉得你用问的方式 他来回答 我觉得蛮好的 对 有时候我觉得孩子问你一件事情 对 你又在反问他18个问题 他当然不想问你 对 就是不是不能问 是要带着好奇心 不带着评价的提问 而不是暗示性的 好像你已经后面有个答案的那种问法 是真的很open的去问 去聊天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旅游季节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人生记忆存折 还有美好的回忆了 谢谢明丽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